調解業務研習會一開始先由黃秘書頒發110年度 縣內機優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前四名分別為 竹山鎮、草屯鎮、南投市以及普里鎮 接著頒發金布獎全年調解成立比率達70%以上的勇 入股鄉調解委員會、信義鄉調解委員會、水里鄉調解委員會 以及表揚38位獨任調解機優人員、17位轉介調解機優人員 兩位服務免資達8年以上的資深調解委員 黃秘書表示,縣府辦理一年一度的調解業務 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訓練的知能與經驗交流 讓各項正式的調解業務更為順暢 我們今天能投縣政府辦理一年一度的調解業務的訓練 我們這次訓練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這樣的訓練的知能跟經驗的交流 讓各個鄉鎮市的調解業務的成立率能夠提高 那麼我們在此也代表南投縣政府要感謝各鄉鎮市的調解委員 除了自己在本業的辛勞之外 還要熱心的特別播出時間來辦理這樣的調解工作 那對於減少法院的這個送援有很大的幫助 那謝謝各位,再次謝謝各位委員今天的熱烈參與,感謝 縣府為了充實與會人員對相關法律的專業知識 邀請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王福清 講解行政案件的裁判外紛爭解決機制 南投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張貴方、文書課長王文遠 則主持司法改革民意座談會 由委員們針對平日調解業務上的困難與失誤提出意見 提供調解委員日後在主理案件上有更多的參考以及依據 記者陳宥志 南投市 採訪報導 調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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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